《长丰度》原著和知否原著类似,是一等在战争年代,充满人情冷暖,每个人物性格十分先宁的群像小说。 以顾家、叶家、洛家、高家、范家的新郎,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突出战争动乱时,在不同的家族教育方式下,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人物性格在面对危难时,所做出的不同反应,最终给每个人物带来截然不同的人生。 其中,柳玉如、邪韵、秦婉芝,三位性格迥异的女主角尤其出彩,光芒不逊于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几位男主。 担得起轻暮仰望,经得住黯淡停烦柳玉如。柳玉如是个狠人,有格局,有手腕、眼光和胸襟,不逊于男人,只要是他看准的事情,便会不遗余力去做,并且能把他做到最好。 他的出身算不上差,尤其是他的母家,若是没有家到中落,他也定然是不伤父亲柳轩的掌上明珠,他和他的母亲也不会被妾室张月儿欺负得抬不起头来。 凡事俘获相依,也正因为有了张月儿的存在,让柳玉如从一个在温室里养大的娇滴滴的小姑娘,成为了一个懂得隐忍,算计步步为营的女人。 他的谋划本该是嫁给叶世安的,却阴差阳错嫁给了顾九思,嫁错人以后,他也没有抱怨上天的不公,反而是迎难而上,成为了真正的柳玉如。 作为妻子,顾家遭难时,他对顾九思不离不弃,他先是将顾九思从王库子弟引导上正路,然后帮助顾九思读书,再到幽州当之县,接着一跃成为户部侍郎,再到户部尚书,最终成为宰相。 可以说,没有柳玉如,就没有受万民景仰的顾九思。 作家莫言曾说,人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钱,而是某天你遇到了一个人,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思维,提高了你的认知,继而提升你的境界,带你走向了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你人生的贵人。 柳玉如就是顾九思的贵人。 作为女儿,嫁到顾家后,他没有眼睁睁看着母亲受委屈,而是在他和顾家都自身难保时,带着母亲想方设法逃离那个痛苦的家。 更重要的是,作为柳玉如自己,他担得起轻木仰望,经得住暗淡停烦。 江楼把顾家产业的经营权交给柳玉如时,初出茅庐做生意的他,便愿意给从商多年的万老板担保,然后顾家遭难时,才有了万老板愿意赌上身家性命,救出他和顾九思。 什么是公平? 善恶中有报,才是人间最大的公平。 公平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正因为有了柳玉如身居高位时,他经得起轻木仰望,才有了顾家遭难时,他经得住暗淡停烦。 他跟着顾九思来到幽州,吃尽苦头,从一个小小的胭脂铺做起,到帮助幽州军去各处收取军粮,和顾九思一起向幽州百姓发放幽州债, 再到买田地帮助幽州百姓一起种米,借助顾九思修黄和水患的时机,修建粮仓,同时打通船运, 让所有经商来往船只,全部要通过柳氏船运运送货物,最终成为富可敌国的天下第一女商人。 有手腕,有魄力的女人不少见,姜柔是其中一个,但是像柳玉如这样,担得起轻木仰望, 经得住暗淡停烦的狠女人,却少之又少。 绝处逢生邪运 邪运是柳玉如的发小,能得到柳玉如真心已呆的闺蜜,也一定不会是普通女人。 他曾经和柳玉如扬言,要嫁给东都最好的男人。 果然扬州事变,王善权掌权,将他那尾小妾后,邪运生死存亡之际, 选择了绝处逢生,拿出了寻常女人,根本不可能有的勇气和誓死如归的决心, 快狠准地刺杀了王善权。 不仅成功复仇,也帮助了柳玉如和叶世安脱离危险。 在那样的封建时代,家破人亡加上轻欲被毁,很多女人是活不下去的。 跟着柳玉如去到幽州生活的邪运,在哥哥和柳玉如得救, 成功复仇以后,突然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的确消极了一段时间, 但他很快变在周围人的鼓励下,跟着柳玉如一起学做生意。 至此,邪运便再也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小姐,变得有担当,懂极苦,知进退。 柳玉如把手里所有的米粮经营全部交给他,最终成为柳玉如商业币国的爱把手。 在感情上受到巨大伤害的邪运,好好活下去容易,再好好爱一个人太难了。 叶家所有人都希望邪运幸福,而当时顾九思的舅舅江和,虽然三十多岁, 但没娶妻,更没有子嗣,门地上也是门当户对,是邪运最好的在家人选。 对感情没了期待,嫁给任何人都可以。 邪运以为自己可以喜欢上江和,不让叶家为了自己的事情操心, 故意装作对江和很特别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对江和只有对哥哥的敬重。 而江和此生只会爱一个人,那就是骆子商的母亲洛依水。 江和一眼就看出了邪运所有的小心思,婉拒了婚事,提点他珍惜眼前人。 而这个眼前人,就是对顾九思和柳玉如忠心耿耿的沈明。 为了给邪运更好的将来,沈明离开了顾九思去参军,终于正得军功。 邪运也在沈明的穷追不舍下,终于打开了心扉,放下了过往的包袱, 又变回了以前那个鲜活有生机的邪运,和沈明恩爱一生。 风子凯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 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世事可成长。 不是世界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世界。 邪运就是那个不论经历多少困苦,受尽多少搓磨,最终还是选择爱这个世界的人。 金国英雄秦婉芝。 周月的妻子叫秦婉芝,家里也算小妇,梁王行兵攻打东都时候, 他们家恰好是战区,秦家弃了家才逃到幽州来, 路上又在苍州出了事,最后只有他活了下来, 已经千辛万苦来了忧中。 周月并不是周高朗的亲生儿子,周月的亲生父亲死后, 周夫人带着他改嫁给周高朗的。 秦婉芝和周月的亲事,是很早就由周月的母亲周夫人定下的。 秦婉芝投奔高家以后,周夫人借口, 一个姑娘这么住在家里不是个事,便决定将二人婚事办了。 秦婉芝家里人都没了,若是周月乃周高朗亲生的大公子, 周夫人又安能让她娶一个这样毫无背景的女子。 不过所有人都小看了秦婉芝, 她才是周月成为帝王路上最强大的助力。 在战争动乱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弱女子能够活下来, 需要多大的能量和毅力。 刘玉如如果没有顾九思, 是绝技不可能从扬州徒步走到幽州的, 邪运更加不可能。 范萱登基后,由于多年征战,身体不济, 死前将皇位传给了独子范玉。 而范玉早年丧母,范萱又对她疏于管教, 让她成为了真正不寻无术, 只知享乐的盲酷子弟, 根本没有治理一国的能力。 而她又忌惮周高朗功高震主, 想方设法要除掉她, 最后逼得周高朗造反, 抓了周夫人、秦婉芝、周高朗的嫡子周平, 要挟周高朗退兵,并且前去攻打玉州的流行之。 此时,周高朗父辈受敌, 却也只能妥协, 决定同一条件就下其二, 周夫人却被骆子伤的手下问意提前杀害。 城墙上, 秦婉芝为了不让周高朗和周叶为难, 大喝一声, 周叶, 别去玉州。 说完便割断了绑着她的绳子, 猛地将绳子一挣, 一把抱住周平, 便从城楼之上纵身跃了下去。 周平完好无损, 而她奄奄一息, 阿燕, 别辜负我, 好好活着。 这便是秦婉芝在这世上最后留下的话。 便是这一句话, 让周叶一路披荆斩棘, 成为了秦婉芝心中那个, 我愿以此生心血, 求清平盛世, 得百姓安康的清宁帝王。 有时候不是人自己要站上山巅, 摊上悬崖, 是一路走到了头, 才知道是悬崖。 世间事便是你身后飞沙走时, 催枯拉朽的狂风, 要么站在原地, 让他将你吞噬, 要么就被逼着, 闭上眼睛, 往前套深渊里, 跳。 就算你想, 也没有别的选择。 而当时的秦婉芝, 在结局更有利于她的情况下, 决绝地做出了更利于百姓大义的选择。 秦婉芝而死, 不墨而生。 相信命运, 却永不被命运置骨。 从未上过战场的秦婉芝, 当得起金国二字。